哇塞,這支影片是不是會變成... 哇塞,這支影片會不會變成半個小時 這支影片會不會變超級無敵 我們現在才開了第一箱子而已 好,謝謝 不如你不想再放一遍 不如你晴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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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那我們繼續開另外一個攝影箱的部分 OK,那我們繼續開另外一個攝影箱的部分 那這個攝影箱呢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當然我不確定到底外面出租 他會附給你一個像是這樣的箱子 因為這樣的箱子真的是 這個是Think10的某一個箱子 反正它裡面空間非常非常大 那你可以把你要的油壓雲台都放進去 然後重點是你整台相機可以輕鬆的就這樣子 就是你不用拆任何東西 無線根膠、鏡頭、主板或是線 線要記得拔 對,不然你會凹爛它 但是還有上面的把手都不用拔 就你可不可以把整個關起來 所以你拍攝現場 你不需要組裝任何東西 你可以整個組裝完再去拍攝現場 然後你就是拍攝現場 你要拍攝前幾分鐘 就是你要把它組裝起來前 你就整台把它拿出來 這真的是效率高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是你在這樣分秒必正的拍攝現場 你這個真是非常好用 相機整台塞進去 這裡面還多塞幾顆底 這裡面還多塞幾顆鏡頭 這次我拍攝我帶了一二三四五六顆鏡頭 反正就你想要玩的那些鏡頭 你就帶著這樣子 就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就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忽然想到 這個角度 我覺得這顆鏡頭還不錯 那就可以派上用場 就多帶一些器材 那你在現場可以發揮的就會更多 更忽然想到 你就可以馬上實現出來 你不會忽然想到 說我忘了帶那個 我忘了帶那個 之類的問題 就是帶了沒有用到就是沒差 有用到就是加分 這樣子 這個袋子 這個袋子裡面還有一個 這個袋子裡面還有一個螢幕 這個袋子裡面還有一個螢幕 然後有我們的片桿 還有這個神奇的無限小圖傳 還有這個神奇的無限小圖傳 這個東西叫做 還有一個無限小圖傳 這個東西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優質 這個小圖傳 這個小圖傳 這裡還有一個小圖傳 這個叫做 這裡還有一個小圖傳 它叫做Bandbox 笨的盒 你可以上網去查 這個真的是超級便宜 三千多塊錢台幣 你就可以有一個無限圖傳 重點是它可以一發四收 就是你有四台裝置可以收 你不管是手機平板電腦 都可以接受這樣的訊號 那真的在拍攝現場 我就用它為唯一的圖傳 那大主在那裡跟交 然後導演在那裡看畫面 燈光去看 然後美術組也在看 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那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雖然它不是一個什麼 最穩定的穩定嗎 就是它可能會掉針啊 掉格就不是一直持續傳輸 它可能會忽然中間掉個半秒鐘之類 忽然掉格 或者是忽然 Jesus Christ 雖然它 雖然它不是一個最穩定的 就是它可能中間拍攝 它會忽然在看的時候 忽然掉了幾格 就是可能掉了半秒鐘之類的 或是怎樣 但是它不會隨意的就給你斷線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重點 就是你雖然掉了幾格 但是你還是可以再馬上看到你的影像 而不是掉了幾格之後它就黑盆之類的 像是其他的圖傳 就很容易這樣子 就是 可能用一用 然後後來黑盆 或是卡 就直接卡在那裡 然後完全不動 之類的問題 那這個 目前這樣看起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個箱子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叫做 笨盒的無線圖傳 Band box 笨盒 它真的叫做笨盒 它應該叫做stupid box 如果中文直翻的話 反正這個笨盒呢 第一個它價錢非常便宜 它才三千多塊 第二它內建電池很輕巧 你可以隨便掛在你的相機的任何一個位置 都很簡單 第三就是它的影像 很容易可以發送到各種裝置 就是它可以一發四收 你可以到手機平板電腦 都可以去接收這樣的訊號 那你可以一個給導演 一個給燈光組他去調燈 一個給美術組去調整東西 然後一個再給大柱去跟焦 就假設它要跟焦的話 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雖然是有延遲 但是沒有到太誇張的延遲 可以一秒鐘之類的 那那個大柱跟焦 也跟得還蠻順的 就模擬真的是出無意料 就是有延遲 然後還可以跟焦 而且還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覺得這真的 可能是大柱非常非常厲害吧 就給它們兩百分 反正這個圖傳真的是超級超級好用 雖然它不是一個 最穩定的影像圖傳 就它有的時候 你可能在拍攝中途 它會掉個幾格 或是卡個零點幾秒鐘這樣子 但是它不會給你全部黑屏 或是直接定格 就是卡住一個畫面 然後你還要去重開這樣的現象 就沒有這個問題 其他的圖傳就是 一對一的那種專業的圖傳 什麼H開頭或是V開頭的 有的時候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你就要整個重開 然後重臉或是幹嘛 這個東西 我在很多很多拍攝 就是可能大柱那邊 還有一個loop out 我就擠在那裡 然後我就側拍 然後我也可以看到影像 到底在幹什麼 就反正 這用途非常非常廣 不一定只是一個 小小圖傳單純看影像而已 你有非常非常多的實用方式 反正還蠻推的 如果有興趣 我有拍一個影片 你可以去看看 好 我特别讲一下这个哀叫的部分 那特别讲一下这个矮角的部分 那因为我是用这个Manfrotto 502吧 那特别讲一下这个矮角的部分 因为我是用这个Manfrotto 502的神奇的油压云台 那这个矮角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因为它可以用一个超级无敌低的角度 然后放上我的油压云台 这样真的拍摄可以一个非常低 然后你又有整个油压云台的所有的控制 这整个就是超级完美的组合 一个超级低矮角的拍摄 你这个就可以轻松的拍摄 或者是你要拍摄 像是我们这次拍摄有一个很小的空间 我们用木箱叠起来 这个矮角可以很容易的去调整这个角度 还有它的各种 就是它还可以调整长短之类的 你也可以去调整水平 反正这个组合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可以放在桌上啊 放在一个小小空间 放在地上 对 完美的组合 这个是一个 小马路吗 我不知道它是一个中国品牌 然后 还蛮推荐的 它也真材实料 碳纤维的 就还蛮轻的 就整个 完美 小马路 就 走了 我 走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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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来 接着简单的分享一下摄影器 到底上面装了什么东西 简单的分享一下摄影器 简单的分享一下摄影器上面装了哪些东西 这个就是因个人喜好 就是我就分享我的你们到底觉得实不实用呢 就是看你们因为每个人使用用途跟使用喜好 就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我们的Blackmagic pocket cinema4K 那为什么是4K呢 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Speed Booster 它可以乘0.71 所以它是乘2倍的焦段再乘0.71 所以它会比超35还要再更广一点 那我这个非常喜欢超广角的人 又不想要去完全片幅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间值 就是比超级35还要再更广一点的摄影机 然后这个metabones还可以再加一档的光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我觉得真的是超级赞的一个优势 就是拍摄任何东西都会再亮一档 真的是超赞 那你这样子就可以光圈再缩更多 那你可以让更多东西在画面里是清楚的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 这是超级35是没有办法办到的东西 就是加了这个metabones speed booster 那这个整个兔容 然后假设导管 这个导管也是因为这次拍摄 所以另外去买了这个导管 因为它比较长 然后它可以插比较后面 就让这整个导管非常非常的稳定扎实 那这个导管是碳行为的 那原本是想要买那个 不是铝合金 那个钢的钢的导管 但是因为钢的导管 看起来都是比较长的 它可能是给大机器用的 那像是这样的 25公分这种尺寸 那个钢的就没有 所以我就买两根碳纤维导管 那就是轻巧啊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 那前面有加一个镜头支撑的 因为我用无线跟胶 那这个小小无线跟胶 其实马达扭力还蛮强的 我也就是我觉得还蛮厉害 而且它是直接插电池的 所以你不需要再另外去供电 这个无线马达 而且它可以用还蛮久的 一天可能换一次电池 就可以撑一整天 就还蛮厉害的 那加了导管 主要原因是前面有这个 那个镜头支撑啊 因为这个马达扭力 跟我讲马达扭力很强 所以你一转 这整个镜头跟这个镜头接环 是整个会一起扭动的 所以就是前面要再加一个镜头支撑 不管是多短的多广的镜头 你一转 那个马达一转 你整个镜头都会扭动 所以就是加镜头支撑 整个相机会稳超多 可能你可以移掉百分之九十 你之前会遇到的晃动 现在都把它解决了 那只是那个10% 那10%可能就是在那个 70-200的200端 你在那里微小了 往回转 那可能会 还是会看得出来一点东西 但是你正常的焦段 像是我这个2435焦段 还蛮常用到的镜头 就2435这个焦段 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你完全看不出来 到底它在那里跟焦 转到后面 再转到前面 那个镜头完全不会晃动 你的构图也不会完全 就是构图还是正常的 因为你之前没有这个镜头支撑 那构图会往上动一下 然后就往下动一下之类的 然后 供电系统我全部都用 这个 MPF电池 就是整个 像是荧幕也是用MPF电池 然后 旁边 下面 下面 阿尔卡 我全部都用阿尔卡版 反正就是加了这个刀管系统 然后再加一个阿尔卡版 因为阿尔卡真的是 我觉得好用 非常好用 然后又很小 然后也很紧固 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下面 阿尔卡版你也是可以锁两个螺丝 所以让它不会一直扭动 嗯哼 不会扭动 这是一个重点喔 嘿嘿嘿嘿 烧 那整个 那整个摄影机上面 整个摄影机上面加了这个 把手 整个摄影机上面用的这个把手 其实在剧情片很少会用到这个把手 呃 可能啦 可能就是 大猪要帮你去瞧个位置 或者是干嘛的 然后帮你拿相机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这个把手 但是拍摄的时候 比较少会碰到这个把手 就你手持 你也不会这样子去手持 你一定会去上Easy Rig 或者是干嘛的 那重点讲到Easy Rig Easy Rig 就是要去掉这个把手 所以这个把手还是存在的 不然你其实可以就把这个把手 拔掉要上Easy Rig再拔 放上来 嗯 对 没错 差不多就这样啦 嗯 对 进去 对 七 停 三 無 二 二 六 垂 三 十 一 二 五 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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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拿這裡有一隻白目的攝影腳架 我是覺得相機的腳架跟影片的腳架 其實我覺得沒有差距要太大 反正你都可以拍出好的影片 那可能最大的差異是在調整高度的時間 跟你在激烈左右偏的時候會有的扭動 那攝影腳可能在這個就是一個歷史 但是我們剛好這支劇情片沒有會需要用到 這種瘋狂的片啊 或者是這種神奇的拍攝方式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拍出好的影片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沒有被這個腳架局限到 這裡還有一整袋呢 那這裡還有一整袋呢 雖然外面寫DJI 但裡面跟DJI完全沒有相關 那這裡有幾個東西 就是有這種雨傘關節 那這個雨傘關節也是一樣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這個公頭 雞雞的部分 公頭你也可以很容易就現在插上這個雨傘關節 然後去夾任何東西 好那下一袋這個東西 那下一袋這個是我們的DJI DJI 下一袋這個DJI 下一代這個 DJI